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南平山有记 主诸先佛为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将 第五回 申诉七思同会神 诗曰 天时应运劝群贤 各隐有情节有缘 大道般行堪起至 仓离发路遍三千 盛世 哈哈老那来也 闲生今日又是满腹苦水 早土早安 灵神出窍吧 弟子参寇您老佛家 老佛爷 您都知道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叫多事之秋 您老那些高徒 怎竟竟捅出这些漏子 这要如何收尾 这 闲生可真是连猪炮 走吧 边走边谈 这哪关老那的事 宝入灵修了 还到冬域去控告 怎不关您老的事 他不满 怎不能告 洋人有人权 灵界难道没有申诉管道 嘿嘿 案子都一道您老那儿了 莫怪您老说风凉话 您老那边没事 可弟子还要面对 您老那些高徒 这有关贤生傻事 又不是保入浩天子寿灵修院 哎 正是不在弟子这儿 要不就好办了 您老说说 要怎样处理那位先贤烈士 哈哈 贤生认为他告的有理吗 主办道物的 前妻都超正了 为他没有 不能告吗 咦 您老好像觉得告对了 他可是告您老的道场 哈哈 告道场 是告道场 关老那何事 本堂太子爷查试 说冬月有私无权直审办此事 因而宜交南平 您老是求援兼裁判 莫怪说得如此轻松 这冬月好像也不对 应该宜无极致您老个罪名才对 宜南平 您老最大 谁致您老的罪 咦 贤生未审先判 好像是老那的错 他可不是告老那 好吧 就带贤生去参访南平刑部 不要认定爱宜南平 就是老那说了算 您老那儿也有刑部 要造反了 小心杀头 永比贤生可是太封建了吧 您老这话好像不对 刑部是您老说的 哈哈 贤生是昏头了 老那是提个词 目的地道了 贤生自个而看 原来谈话间来到一处 嗯 还算雅致的观点 因为整座宫殿不是金银 而是有罪事珍奇宝石 而以大块岩石构筑而成 咦 七思堂 您老所说刑部就这儿 怎会叫七思呢 地府审判最隆重而严肃 叫三思会审 是由三殿三位严军大人所主审 您老这儿七思 哪七位啊 哈哈 贤生说的都有 无极 南天 地府 冬月 弥勒净土 还有本处二位 这样贤生还认为老那是球员兼裁判 您老这儿动到七思 是确定不能由您老说了算 可是有必要如此吗 不但三曹会审 就只差灵霄及古老金鲜没来而已 贤生必须认知 南平山每一位的会命 是非常严重的事 不但攸关他个人的成佛 更是有招引魔界所趋之余 因为一旦不能平息其不满之心 使一位大好根器之佛种 坠入魔界 老那可罪过了 立即收起轻浮之态 您老教训的是 大道中 每一位西街可能是未来佛 莫怪您老如此重视 那弟子可以去旁听 木下正审理之案件吗 木下急审那位先贤烈士之案 贤生最好不要过去 还未定案 把那位名字公布也不好 还有 老那若过去 以后定案如对那位不利 贤生又饶舌 说老那现身影响七思 嘿嘿 您老想的真周到 弟子是真想公布那位的名字 也好对您老那处到场的前辈给些压力 哈哈 贤生想得太过天真 那些点传师会因为贤生如此作为而改变吗 哎 弟子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略尽绵薄之力 对了 七思这七位上圣 弟子可衍生得很 好像只是派代表而已 当然 否则七思据是否胜 老那可没这大面子 不过每一案的结论 都要送回个司主管千结 才算定案 那与亲临有两样吗 您老真让人肃然起敬 为了您老那些高徒 可真是用心良苦 但愿大道中那些前贤看了本书 能有感动 嘻嘻 梦想总是伟大 弟子想 他们不会看本书吧 哈哈 这可说不定 贤生那几本书如指指不坠轮回 以及末节收缘上礼天 因果系列书 可有许多点传师在看哪 贤生何必妄自菲薄 那弟子可不敢鞠躬 那可是菩萨及吕仙祖慈悲 好吧 今夜让贤生释怀 回去了 今夜这回可轻松多了 不用当磕头虫 要不七位败下来 弟子可腰酸被痛 加上双膝膜破皮 不过 弟子仍要请问您老 这难凭山社七司会审申告案件 是否代表有许多大道修子 去各地神司控告 咦 贤生这话可真尖酸 好像老那的那些生徒 对老那很不满 这可是您老自己对号入座 弟子可没这样说 哎 说正经的 倒真是不少 连三观九口都有案一本处 老那可真是得有不足啊 西西 您老是侦探 还是假探啊 要不是有今天这案例 弟子可真想不透 会有这么多的申诉案 哈哈 真理越辩越明 虽然他们告的不是老那 总是老那所长理之道场 告诉贤生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他们输 好了 已到贵堂 贤生投体吧 西西 弟子说句话就好 那也还有百分之一赢您老 下回您老开示 弟子洗耳恭听 好吧 弟子投体了 恭送您老廉价 祝您老是侦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